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 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 我上芯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智丸 由於最近太多人在實況上問我 我的模擬器怎麼設定到144FPS的 所以是特別錄製一個影片 教大家怎麼從沒有模擬器 到下載到0設定到100的設定 讓自己的模擬器可以順利144針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進入我們今天的模擬器修理教學吧 首先第一步驟呢 當然是安裝我們的模擬器了 那其實模擬器的選擇有非常多種 在我還沒開始接觸灌籃高手的時候 我用的都是夜神啊 跟我們的BS 那灌高剛出第一天 我就開始玩灌籃高手了 開伏第一天就開始玩了 那時候我用夜神跟BS 由於灌高剛出 所以版本有點不相容 玩起來有點卡著 那時候灌高剛出的第一天 就有推薦一個模擬器 雷電模擬器 可能是灌籃高手跟雷電模擬器 本身是有合作的 那我本身那時候就試試看雷電 結果一抓發現 雷電玩灌高真的比較順 那當然後期的夜神 玩灌高也變得很順了 因為它有那個 開始版本相符到了 那我們這次呢 因為我已經習慣用雷電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用雷電來做一個 模擬器的設定示範 那這邊先說一下 我現在用的模擬器是屬於雷電4 但是我這個人比較特別 就是遊戲如果沒出問題 或者是我的模擬器沒有出問題 我是不會輕易做自動的模擬器更新 版本更新的 我只會手動去做更新 所以我的版本跟你們 可能會不一樣的情況下 我這次就不選擇用試來示範 怎麼做模擬器設定 我們直接抓它最新版的雷電9 雷電9目前的風評是很好 大家都說很順 那我自己是沒有實測過 那我們就用這個影片 來教大家模擬器的設定吧 那我們二話不多說 就先下載這個雷電9 那大家可以先把這個雷電9下載完 下載完之後呢 大家就可以打開這個 雷電模擬器的安裝 然後把它安裝了 那這邊的安裝 我還是建議 按右下角的這個自定義安裝 然後不要把它放在C槽 到時候出問題啊 不是你可能C槽中毒啊 或是你要清C槽的東西 會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我比較建議你裝在D槽 那安裝完之後呢 就完成我們的第一個步驟了 下載我們的雷電模擬器9之後呢 我們先不要急著把它打開 我們先按右鍵內容 內容的這地方呢 有個一般 一般有個圍獨 我們把它打勾 打勾完之後 相容性打開 這邊有一個 以相容模式執行這個程式 把它打勾 並且改成Windows8 下面有一個 以系統管理員的身份執行尺程 這個也把它打勾 然後按下確定 這樣就完成我們雷電模擬器9 最基本的外部設定了 完成外部設定後呢 就可以直接打開我們的雷電模擬器9了 打開之後呢 當然先下載我們的最好玩的遊戲 冠狼高手 按這個 然後有個play商店 這邊應該不用我解釋 但是我來做給大家看 然後搜尋冠狼高手 安裝完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打開了 安裝完之後我們把它打開 那其實冠狼高手 它一進去會有音樂 會遲到版權 所以我原本就先下載 打開把音樂關掉 除了這個之外 我其他設定都還沒改 所以這個是完全一模一樣 跟觀眾一樣的畫面 來做這個雷電模擬器9的設定 然後我們等這個冠狼高手打開 那大家使用 用模擬器玩冠狼高手 會遇到第一個問題就是 幀數跑不上去 有跑跟沒跑一樣 所以我們來教大家怎麼設定這個 跑幀的問題 進入遊戲後呢 我們直接來實測 我們雷電模擬器9的幀數是長這樣 這是原封不動版本的話 如果你沒有做任何任何的模擬器設定 所以你進遊戲就會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設定 把聲音稍微關小一點 你可以發現在這個遊戲裡面 你一進去就變成這樣 你只有60幀 而且很難 玩起來就會很不舒服 很卡針的感覺 那你就覺得 哎呦 這樣怎麼玩遊戲 那我們今天就來教大家怎麼從0到100 我們現在是60幀 跑起來後面是很不舒服的 那這是我們的沒有設定型 沒有設定 完全沒有做設定的雷電模擬器的情況 那接下來我們要開始做一些雷電模擬器的設定了 接下來我們暫時關掉灌籃高手 來做一下雷電模擬器的設定 右上角有個三條線 我們先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電腦配備 我先分享給大家看我的電腦配備 那這邊有個很重要的 你可以在這邊看到你的VT有沒有開啟 這個東西開啟的方法很簡單 你可以上網查 一定有答案 而且雷電模擬器的官網 也有教你怎麼開啟我們的VT 那開啟完VT 還可以做接下來 我們要做的所有事情跟設定 這邊一定要記得開啟 開啟完之後呢 我們右上角有個看到的線 再點一次有個軟體設定 我們把它打開 打開來看的話 這邊解析度這邊是可以調整的 那我個人是使用1600x900 拿DPI240 這個東西我會建議大家跟我設定一樣 才不會到時候後面的設定跟我不一樣 那這個如果你說 你這樣看不習慣怎麼辦 沒關係雷電模擬器 就是可以自由拉這個大小的 它是可以隨意拉大小 不管你是設定怎樣的解析度單位 它都可以拉大小的 所以只是說你打開還是要從哪裡一次而已 那我會建議大家跟我設定的一樣 才不會有亂數的情況發生 那1600x900我個人是用這個 CPU我建議用四盒 就好不需要照太高 記憶體的話 就看自己了 看自己要幹到多少 我自己可能就4096 我覺得很夠用了吧 那CPU你要再更高 那也不是問題 機型設定的話 這邊蠻重要的 很多人就會加上預設機型而已 那這邊其實有個 它的預設型號就是這個 那我們這邊這個 預設機型可以把它打開 往下滑 它會有一個ROG2 我們把它打開按這個 那這時候機型的手機型號 這邊就已經做更改了 並不是你沒有改到 它這邊還是預設機型 但是它已經幫你改了ROG2了 接下來這邊高震率機型 我們把它改成這個 120高震率機型 OK這邊就設定完了 那遊戲這邊記得打開這個 它到165耶 好特別喔 雷電球這麼猛的 那我們就按165試試看 那我們按確定 那這邊會有開啟高震率 這邊的話 進入刺激這個 應該是不需要 滑鼠右鍵等等 這個也不需要 我們只要打開這個 溫理就好 讓畫質更高興 那這邊有個高配電腦 網址畫面失列 OK我們就把它打開 我就排 音訊設定的話 記得給自己的麥克風 跟你自己的揚聲器 就是沒有問題的 那網路設定的話 這邊就不需要做設定了 不要去動它 做部設定這邊就看個人 這邊的話 ROOT也不用開 就這樣就好了 這樣設定完之後 我們就按儲存 讓我的雷電魔影器重啟吧 那從小螞電魔影器 我們就再來打開我們的 灌籃高手 來看看幀數長怎樣 那我們打開這個 灌籃高手的過程中 大家一定要先記得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很多人以為設定完 你就OK了 把進去測試了 錯誤的 打開灌籃高手之後 其實最重要最重要的設定是 灌籃高手內部 也是需要做設定的 如果你都沒有做 內部的設定的話 你現在設定完 你覺得 設定好囉 我可以玩喔 那你打開就會一樣是悲劇 為什麼呢 我們打開來看 如果你什麼都沒設定 你打開來看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唉唷 我的灌籃高手 怎麼還是60幀 玩不了 沒錯 也沒有調遊戲內部的設定 外部調完 先從最外面調完之後 再調到裡面的模擬器 再調到遊戲裡面 那遊戲裡面我這邊 全部分享我的設定給大家看 第一個就是鏡面反射 我絕對不開鏡面反射 我覺得地板上的反射 會讓我的眼睛有點誤判 就是會不舒服 那抗鋸齒我喜歡開 因為畫面比較順暢 我等一下把它打開 點擊螢幕的特效 這是肯定要的啊 這點的是舒服啊 那這邊是最重要的 FPS設置 記得把它打到極限 那它會問你說 唉唷這個上條畫質 會導致你手機發熱 卡頓掉 反正我不是手機 我是模擬器 我一定是按確定 那手機也一定是這樣條 這樣才可以把你的畫質 開到最高 這個打開到最高之後 下面才可以跟著打開到最高 那這邊就可以開到極致 這邊一定全部都必須開到極致 應援的話看你個人 我個人是開到4就好了吧 那這邊的話就不用理它 我喜歡用琴子 那喜歡用三頂 那這邊抗鋸齒可以把它打開 你一定要先開這個極限 這邊抗鋸齒才能開 那我自己喜歡開抗鋸齒 我就看起來比較舒服 那功能設定這邊很重要 你不投降你敢開我一定憋你 那接下來這邊的話 語音這邊都可以不用動它 這邊 地區的話可以選台灣跟香港 可以自己選擇 那選香港的話 會造成你遊戲裡面購買的壁紙 是香港的壁紙 會讓你 如果你是台灣玩家的話 你會有點金錢上的誤判 所以我建議台灣就選台灣 香港就選香港 那接下來是這個 戰鬥特質顯示 它一開始會亮一個 紅光惡心理型態 這個可以把它打開 那大招鏡頭效果 記得關掉啊 否則你又沒辦法蓋活潑 這個滿白癡的 那預設是開了 我也不知道是在幹嘛 音效設置這邊的話 我個人是先進了遊戲 把遊戲音樂關掉 因為YTO版權 我必須把這個關掉 那其他我自己是用日文 操作設計的話 這邊很重要 搖桿固定一定要開 如果你這搖桿固定不開 你走路是有問題的 這個一定要開 雙搖桿傳球一定關 之前雙搖桿傳球 有一個版本是一定要開 傳球才會順 但是某一個版本 灌籃高手有BUG 你只要開了雙搖桿傳球 很多人都會說 我的阿牧怎麼不能指定傳球給誰 我的隱仙 我的老仙人不能傳球 傳球不能指定 老牧也不行 因為你打開了雙搖桿傳球 魚住也是 它那個BUG出來之後 你開了反而不能傳 所以這個一定要關掉 技能施放輔助必關 你如果不關這個技能施放輔助 你玩工程之類的角色 你很容易按上欄的時候傳球 它會是上欄的後撤 很奇怪 這個是有BUG的 技能輔助雙搖桿傳球 必關一定要關 不要忘記 快捷設定 看你自己 屬於氣氛類型 還是玩家類型 自己選擇 那我個人先隨便設定一個 我自己最常用的 就是我們的 WOP第一段 我會習慣把那個 第一段放上面 然後第二段放下面 然後下面放個我有大 這樣就好了 我比較習慣這樣設定 那我們接下來 隱私設定的部分 戰機這邊就看自己 要不要開 要不要關啊 那這邊就設定完了 設定完之後 我們就來看我們的 FPS可以到什麼程度 我們打開我們自由練習 按一支我們的 倉骨穿一致 進入遊戲以後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的幀數 已經慢慢的開始提高了 我們看到我們的幀數 已經來到144幀 那就是現在灌籃高手 模擬器 怎麼開到高幀率的方法 那其實幀率的話 我不喜歡 讓它在144以上跳 我個人是 比較習慣 144幀 因為我覺得 165其實有點太多 反而會讓你的畫面 沒有那麼順暢 所以我比較建議 這邊還是大家 調144幀就好了 應該是一個 比較舒服的幀數 會讓你的 穩定度比較高 那這就是 144幀 那所以 雷電模擬器的設定 我從0到140給大家看 如果 因為太多人問我說 我的模擬器 是什麼144幀的 那我可能一開始以為是版本問題 那我這次直接用雷電模擬器9來設定給大家 從0設定到100 那如果你跟著我這樣設定 144幀是絕對沒問題的 那就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給大家 這個想要設定更高幀數的模擬器玩家 之後呢 我再分享我的角色是怎麼設定按鍵的 那今天就來分享這個模擬器的設定 讓大家可以順利的玩灌籃高這款遊戲 如果你手機不好的話 也可以用模擬器來玩 或者是你本來就是長時間遊玩 你不想要用那麼小的螢幕去玩遊戲 很痛苦眼睛不舒服的話 我都是很推薦大家用模擬器玩的 那影片的最後呢 如果你用的以上的設定 還是沒有辦法到144幀的話 不妨可以打開你的控制面板 控制台這邊有個電源選項 把它開到高效能 那高效能開完之後 打開你的N卡 N卡從你的右下方 這邊就可以打開了 這邊右鍵 然後就可以按控制面板 打開之後按3D設定 把那個雷電模擬器加入到程式設定裡面 那我的設定就給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可以自行按暫停慢動作 然後去看我的設定 然後去造超 那這邊是廣域設定的部分 那這邊設定完呢 就應該是可以一次四幀了 如果還辦不到在下面留言吧 那如果有達到成功的 那恭喜大家可以有140幀玩遊戲 那謝謝大家今天觀看喔 我喜歡我們的予告 我喜歡我是ran 的 那我cale的 我會選擇 從你知道 我選擇 了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